这是我最近查到的资料 以及影像监控的备注 看过设计稿的人 只有设计部的众人 以及苏总的助理叶婷 但设计部最近都在加班加点 唯一与外界有接触的 就只有叶婷 苏总的助理 个人账户上 为什么在这个节点上 信得这么大意见 叶婷 你来解释解释 我不知道啊 你的账户你会不清楚 我真的不知道 从来没有人给我打过钱啊 这件事不用查了 这样就摆在这里了 不可能 叶婷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你好好想想 那笔钱是怎么回事 我相信你是清白的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账户虽然写的是我的名字 但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我想不用解释那么多了吧 既然是苏总的助理 那么这件事情 应该跟苏总脱不了干气 苏总在设计稿泄密之后 靠一己之力力挽黄澜 圆满成功解决事情 还让销售额翻倍 单凭这一点 我可以以我的身家担保 苏总他不可能参与此事 看来我们还真公司 也成夫妻公司了 我们这些老股东 都成拍摄了 好 既然你们都让我给一个交代 那就把叶助理 交给警方调查 你真的怀疑是叶婷 是真是假 警察会给出真相 他现在只是协助调查 要相信司法是公正的 你怀疑他 就等于在怀疑我 我说了 一切交给警方处理 你查他 和打我的脸有什么区别 不要无理许闹好吗 这件事情 总得有人来担责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任性 我不仅是你丈夫 还是换真的董事长 你当这董事会众人的面 不给我面子 你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啊 你要把叶婷送到公安局吗 你要为了那个外人 伤害我们之间的感情吗 外人 你是说叶婷是外人 不是吗 陆南 七年前我受人质疑的时候 你在干嘛 我生孩子 孩子生病的时候 你又在干嘛呢 我为了工作四处奔波 被人灌酒的时候 你又在哪儿呢 是叶婷 他陪我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候 他是不是外人 你根本没有资格来评论 好 我承认 是他陪你度过了那艰辛的七年 单单是曾经的事情 人都会变的 你不能保证现在的叶婷没有问题 如果你认为叶婷有问题 那就等同意我也有问题 你这是在无力取闹 陆南 我告诉你 叶婷在我心里 从来都不是外人 都是你 自私自利 为了自己 不惜伤害身边的人 七年前 你不查真相 就要把我送到国外 七年后 你不查真相 就要把叶婷送到公安去 陆南 在我心里 你跟叶婷根本就没法比 在你眼里 我就这么不堪吗 你的所作所为 已经让我厌恶至极 陆南 我们离婚吧 好啊 离就离 谁怕谁 姐 离婚这事可不能随便提 你要想清楚 你和叶婷对我 都是最重要的人 我不允许任何人 伤害你们 苏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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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决定离开幻镇 重新创立品牌 你们也没有人 愿意跟我一起走的 我愿意 你可别丢下我 姐 这个事你要想清楚 瑜伽 你又不愿意跟我一起走 还有谁愿意跟我一起走的 还有谁愿意跟我一起走的 我愿意 苏总 你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嗯 我也愿意 我也愿意 好 从今往后 我苏北 绝对不会亏待你们 嗯 感谢大家今天一起来见证密斯工作室的成立 这不仅是我个人一生中的大事 也是密斯所有成员的大事 因为从今天起 梦想将会变成现实 我们所有人将一起努力 共同见证密斯的成长 虽然说万事开头难 但我相信 只要我们所有成员共同努力 互相信任 一定能走向成功 速直播 驶 轮廓 轮廓 电 manos 快楼 快吧 慢慢看 好 我